各位呼的一下又到周六了 咱们的有书读啊又要开始了 上一期节目呢 咱们介绍了几本纪实类的作品 这次啊咱们介绍虚构的 虚构的什么呢 小说 而且是推理小说 两本 这两本啊 一本叫做美农牛 一本叫做连续杀人鬼青蛙男 这两本书啊 它的中文版都比较新 青蛙男是才出版没多久 美农牛呢 我印象中可能是去年中文版推出 也算是比较新的作品 当然 它的写旧年份啊 就不一而足了 那我们一本一本的聊啊 这两本书都挺有意思 先聊这本美农牛 大家看看封面啊 美农牛封面是一个这个抽象 较为抽象的手绘的黑毛和牛 也就是这个美农牛 作者呢 输能将之 输能将之 大家可能是比较熟悉 可能不熟悉 我在推理时日谈第一季里面介绍过 他的代表作剪刀男 他就是凭借剪刀男出道 而且拿了梅菲斯特的大奖 那输能将之是一个所谓的蒙面作家啊 这个蒙面作家不是说 他平时蒙着脸出门 哎呦小姑娘 看看我的造型怎么样啊 叔叔你蒙着脸呢 哦原来是这样 我把面具撕下一看 哗好吓人 不是这样啊 好不了的一个段子 是吧 我就说啊 他不是平时蒙着脸出门啊 他要什么呢 他是指的这个蒙面作家指的这个人呢 很低调 平时他的生平啊 他的真名啊 各种东西 不对外公布啊 就是云里雾里吧 这防止呢 大家吃了鸡蛋好吃 就要去找母鸡 你没事 你老去找鸡干嘛呀 就别来找了 所以呢 就是蒙面 不以真面目示人 因为作家很有特点啊 他的剪刀男 应该说是推理小说 爱好者 几乎是人人知晓的一部超级经典的作品 其中核心轨迹的应用啊 让大家读完之后拍案真奇 所以这本美浓牛啊 刚推出的时候呢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的 但是读来发现 他并没有延续剪刀男的风格 而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系列 这个主人公啊 主人公当然很多 里边的这个侦探 叫做石洞细作 这算是石洞名侦探系列的第一部 这是一本啊 相对比较本格 又揉进了社会派的作品 但是呢 没有怎么去搞什么虚鬼这一套 那这个故事啊 说的是这个石洞细作啊 这位所谓的一开始给的名片 叫做detective 不是detective啊 detective 这个detective是干什么呢 就是解构啊 说这一位呢 是搞什么戏剧解构啊 什么反正拿一个名片 到一杂志社 说我跟你们约一稿 说这个美农这里啊 有一个地方 它叫雾之村 这个雾之村是虚构的 说这个村 村子里边啊 有一山洞 但是山洞里发现了一个奇迹之拳 怎么个奇迹法啊 说有一姐们啊 哎 正晚期 活不了 活不了呢 就到这个村子里边 哎 无意间呢 在山洞里发现了一个温泉啊 不是冷泉啊 进去一泡 哗 哎 正好了 哎呦 这不得了了 这真是神一般的存在呢 说你们去写写这稿子 那这个杂志社的人 其实不大愿意去写 哎一听点这不归扯呢 要什么搞邪教是吧 还不怎么那么着的啊 没意思 不想去写 但是呢 因为这个石洞 他所代表的 还不仅仅是他个人 背后呢 有金主 所以杂志社 没办法 就派了俩人 一个是写稿的 一个是摄影师 就跟着这个石洞啊 来到了木之村 然后介绍这个村子里面的种种情况啊 什么地的 然后说要去看这个温泉啊 看这个冷泉 结果这个泉呢 因为他是在私人土地上 还不给你看啊 反正就在这折腾 折腾没几天 突然发生了一起命案 有一哥们啊 被吊在树上 就树枝啊 两个树枝 让他架在这 头没有了 哎呀 这一看 这肯定不是说 这个 这肯定是非正常死亡嘛 这应该是凶杀案 然后又开始下来研究 然后警察也来了 然后层层剥茧 又发生了新的案件啊 等等 最后得以解密 那么这个故事呢 很厚啊 大家听这个故事 好像你看非常厚 而且他的字啊 极小 大家看啊 非常小的字 换言之是实打实的 相当厚的一本书 要认真看的话 要看那么几天 才能看完 说这书 说的这个故事 好像挺简单 这书这么厚 里边他干什么呀 他其实做了 相当多的铺垫 而且我认为啊 书能将之 在这本书里面呢 有超越了 推理小说的野心 他我感觉 他是把它当做一个 严肃文学在写 只不过里面 发生了命案 有推理的部分 然后最后推理的部分呢 还可以 还不错啊 没有剪刀男 那么惊艳 但是最后也还行 可是这里边 又是有什么 一个什么 伪斜教 一个新兴团体 又是有这一个 什么养牛的啊 又是什么 很复杂 光是介绍这些背景 说很多 与案情无关 包括这个名侦探 石洞细作 也给了他的笔墨 相当的足 然后又有里边 这个作者 又什么什么的 就是里面 派去采访的这个人 又跟当地一小姑娘 什么暗身情愫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他野心很足 他是想真正的说一个复杂的故事 而不是说我一侦探来这 就死了人 我就去办 他可能是想着走这个社会派本格 那种方式去写 但是我个人读完呢 就觉得 也可能是因为我抱着像剪刀男一样的期望 去看这本书 看完之后呢 我坦白的说没有觉得那种 酣畅淋漓之感 但是这本书的用心和寓意 我认为是比较足的 单从他这个名字啊 美农牛就能看出来 美农牛是什么东西啊 美农其实就是其父的古称 如果大家玩过信长的野望 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啊 他当地呢 有一种黑毛和牛 这个和牛呢 肉制好 脂肪含量比较高 然后呢 肌肩脂肪分布很均匀 算是一种优质的和牛 可以说跟神户牛啊 不相上下 他这个牛叫做飞头牛 头就是一个马 然后一个单身的丹啊 飞头牛 不是飞蛋牛啊 咱们来把这蛋都飞了 还吃什么牛是吧 飞头牛啊 不要读错别字 这个牛呢 很牛叉 那可是美农牛就等于飞头牛吗 不是 飞头牛当然是美农牛 可是美农牛却未必是飞头牛 你养一个美农牛啊 就这个品种一种黑毛和牛嘛 你在美农这一块 其父这一块养 养到14个月以上呢 要去平定 平定是干什么 一个是看他的出肉量 分成A级和B级啊 A级的更好 B级的差一些 另一个是看肉质 肌肩脂肪啊 分布是否均匀啊 这种双将的感觉 足不足啊 等等等等 12345 这么一个一个 去往下评啊 你必须要到 B3级别以上 你这个美农牛 才能叫做飞头牛 如果你这个肉质养出来 没到这个级别 那你就是美农牛 你不能叫自己飞头牛 就像你是打篮球 你要打进了NBA 你才能叫自己NBA选手 你没进NBA 你就是一打球的 你都没到NBA 对吧 开赛车 你就是F1 你才能自己叫自己F1车手 不是说你自己 哥家里面标个车 你就是F1车手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等于说 都是美农牛 可是只有一部分 能成为飞头牛 成为了飞头牛 那个身价啊 是这个几何倍数的增长 美农牛不值钱 飞头牛很值钱 所以当然 所以现在有些无良厂商啊 用没有达到级别的美农牛 冒充飞头牛啊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总之就说你看 它其实是有一个很深的比喻的 我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啊 比如说社会精英也是人 对吧 可是不是人就能叫做精英 你一定要达到某一种级别 你才能成为所谓的精英 否则你就是平头老百姓 你就是泯然众人意 是不是 这就是 它这个东西是很有寓意的 那么这个美农牛的寓意 投射在这个故事里面 具体是投射在什么地方啊 我倒觉得不用多说了 大家自己去读一读会比较好 我的总体评价 我就认为这本书是值得读 可以读 但不是非读不可 尤其是 如果你是剪刀难的 就书能将知的这本 剪刀难的铁粉 你希望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重新获得如剪刀难 剪刀难一般的阅读的阅感 我倒建议你就不要读了 如果你只是想读一本文笔流畅啊 各方面都很OK的 社会派的本格的小说 就这种谜题是本格的 风格是社会派的 这样的一本小说 有时还有本格的社会派吗 其实松本清章早期的作品 典语线 林的焦点 死亡游地啊 这些都是 我觉得都可以理解为 具有本格性质的社会派小说 对吧 所以啊 如果你是想找这样一本书看 那么这本美农流 可以读 值得读 否则呢 也不是非读不可啊 这是我的评价 或许我没有完全理解这本书 但我觉得似乎也都想明白了 包括最后 它实际上有一个半开放的证明 你可以自己往里填很多想法的 我觉得我也构成了一套理论呢 但是咱们不剧透了 就不说了啊 这是一本美农牛 熟能将知的作品 第二本 连续青蛙男杀人事件啊 因为我所有的 我的书腰 我所有的书腰啊 都喜欢看完之后 夹在书里边 免得以后找不着 就你看啊 这个书腰上面写的很耸动啊 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啊 令评审击变的候选之重 这个推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 是一个评审啊 每年会排第一本第二本 前十名啊 如何如何 评进去一般都是好书 都是好的推理小说 说评审要激变 为什么激变呢 就是有人说这本书不行 有人说太厉害了 要给他第一名啊 对吧 中山七里的说 逆转之王 中山七里 社会派推理代表作 底下来了一句啊 反转反转 再反转 让你没有惊讶于喘息的时间啊 怒涛的反转 应该就是这么理解 那是不是这样呢 的确在最后有连续的反转 但是这个反转是反转了 就你翻跟斗是翻跟斗了 你有没有翻出这个如来佛的掌心 那是另外一回事 孙悟空在掌心上翻跟斗啊 这一个金斗就过去十万八千里 连翻多少觉得早都出去 结果发现还在掌心之中 所以这个中山七里最后这个反转 再反转 有没有反转出读者的意料之外呢 我认为还可以 反转是好几层 第一层反转 你获取学着 OK 意料之中 不过如此 我看了这么多 你反转就反这个啊 你这没有意思啊 你底裤啊 红颜色的反过来看 还是红颜色 那是什么意思啊 结果说别忙 底裤里还有一小兜 你再看一偷一黄颜色 哦这会了 黄的再一翻 变绿了 哦没想到 这底裤都是绿的啊 没想到 他就是这样 就第一番 你觉得不出奇 第二番 你觉得还可以 第三番再翻的时候呢 我觉得就会出乎 出乎大多数读者的意料了 起码我说完全没想到 这个还可以 连续的翻转的结局 那故事说的是什么呢 你故事要翻 你前面要铺垫足嘛 说的我觉得氛围搭建的非常好 他是说啊 就是发生在这个一个地方啊 发生了连续杀人案 那连续杀人案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个人被发现啊 呃 他是第一个 他是好几个人 有人是被烧死 有人是怎么着 发现第一个啊 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在一个住宅楼公寓里边 一个女的 他被吊在住宅楼里面 就是他是先被掐死 先被猛击后脑之后 再被啊 掐得窒息而死 然后他被吊在这个挂钩啊 就是你想住宅楼外面啊 就是走道上面 大家见过那种住宅楼 走道常常的 大家想想日剧里面常看的 或者跟我们学校教室 有点像教室外面 不是有条常常的走道 然后是一个阳台性质的吗 然后外面有挂钩 这个女的呢 她就被挂在挂钩上 啊 就嘴从这个地方 一挂就挂在那 然后 这个死状很恐怖吧 对吧 很吓人啊 然后旁边留了一个手写的字条 这个字一看啊 也像是小学生的字 这个说话的内容 也像小学生 呃 字条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什么 啊 这个什么青蛙 什么我已经玩腻了 大概这一类 然后把它如何如何处理 然后连续发生了好几起 都是死状很惨烈 作案受法是一样 然后都在旁边留下了这个字条 啊 这个都是那种小学生手写 然后跟青蛙有关 什么这个青蛙 解剖我已经玩腻了 我把它内脏都抛出来 说那个青蛙 我如何如何了 我要把它怎样怎样啊 就是这个连续杀人 连续杀人 这个媒体一看 哇 这什么鬼啊 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青蛙男 说他连续杀人鬼 然后警方去办案 然后中间呢 因为这一看啊 就不像正常人 做出来的事 对吧 很明显 具有这个变态杀人的风格 也可能是 而且很可能是快乐杀人 所以呢 他是干什么呢 他就是 警方就觉得 是不是要找心理专家 帮忙研究一下啊 然后又这是一条线 然后追踪是一条线 然后呢 警察这个 其他的私下的暗流涌动 去调查 又是一条线 几条线 最后啊 合而为一 汇成一条流 这个河流呢 最后有连续的翻滚 达到了所谓的怒刀的结局 那整体来说 我认为 氛围铺垫的相当的不错 即便啊 最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转 就它就变成一本硬盘派小说 我也觉得前面关于青蛙男 这种连续犯罪的那种氛围的铺垫 细节的描写啊 很棒 我觉得如果是拍成那种电视剧光是第一幕就能让你看下去 所以很精彩 因此我也是这个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呢 因为书其实连书本身就不厚 然后字啊是比较大的 不像美龙牛那个字很实在啊 这字比较大 大家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这本书看完 因为这种书就是越往后你越想知道真相 你越容易停不下来 对吧 所以我就把它看完之后 我觉得OK 这本书的推荐程度 我认为相对高一些 我觉得无论你是喜欢啊 这就不能说 因为有些东西说出来就是剧透 反正我就觉得啊 只要你对于推理小说不排斥 或者说你是比较喜欢推理小说的人 这本青蛙男都可以考虑读一读 很精彩的一本书啊 后面标价是56 美龙牛的标价是68 而实际上你买都不需要这么多钱 我们中国的这个图书有一个特点 就是为了配合电商啊 价格都是虚高 然后让你什么买50 买一版减50 所有乱七八糟 所以经常会出现什么 为什么Kindle在中国玩不下去 除了盗版什么之外 很重要一个原因 其实是因为中国的电子书和纸质书的价格是倒挂的 电子书没有太多在价格上的优势 方便是方便啊 没有太多价格上的优势 所以啊 这个这几本书其实也都不贵了 就推荐给大家啊 连续杀人鬼青蛙男 还有美农牛 两本非常有意思的推理小说 而且都是比较偏社会派的 都是社会中有本格 现在就是 我觉得就是推理小说 这门这个文学技术啊 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的流派融合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以前我们会很明显的 敬畏分明的知道 这是一本格小说 那是一推理 那是一社会派 这是一变革 那是一所谓新本格啊 等等等等 对吧 而现在我们会越来越发现 这种流派啊 在技术上的融合很明显 很多小说 你已经很难像这个 这个麻爷的书 还是这个临时的书 很多很多作者的书 你已经很难把它简单的归为啊 这是某某流派了 我觉得这反而是合理的 你就像你是苹果派还是香蕉派 你不就是食物吗 很OK啊 这两本书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都是值得一读 那这本我的优先级更高一些 但是这本也值得读啊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考虑 找来看一看 那OK啊 本期有书读 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两本推理小说啊 上一期介绍了纪实类的 这个来了个推理的 下一期咱们聊点什么类型呢 咱们来到时候来两本 最近我也读了不少啊 来两本这个 历史方面呢 还是什么什么的 或者都是这种轻松幽默呢 到时候我们再找啊 到时候再看 那总之本期节目就是这么多内容啊 接下来广告时间 淘宝店 各种有趣的收费节目 多有趣呢 你去买了你就知道多有趣啊 推理时日谈 计时时日谈 悬案时日谈 还有谈天说地 这是非游戏类的 各有巧妙不同 游戏类的也都有 片子传奇 任天堂传奇啊 世家传奇啊 等等 总之啊 大家挑自己感兴趣的买来听啊 风俭游人 谢谢各位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 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咱们下期 再见